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我们接着要看一下 电荷要动起来的时候 那就是电流的情况 那电流呢 基本上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是我们常常我们在讲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kontation color ok ok 那conduction color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包含你在conductor里面 或者是semi-conductor里面 ok 那由于什么呢 由于你的带 所谓你的carrier 然后你是在draft motion 那这个carrier 你可以是electron 你也可以是hole ok 换句话说 什么叫做conduction current 就是有电子或电动 它在drive motion 所引起的电流 就是我们的这个conduction current 那第二种 第二种 第二种呢是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电解值里面 你在电解值 电解溶液里面 你有正的ion 跟负的ion 所以我们说电解值里面 那一杯电解值 那你的电解棒 ok 那这溶液里面呢 有正负离子 那正负离子呢 会因为往两极去跑 那引起的这个电流 这个就叫电解电流 ok 那在我们物理里面的话呢 我们所讨论的东西 几乎是上面这一个 除非 这个 你想你有兴趣的部分 是在这个电解的电流的部分 不然的话 你讲current的话 所指的都是conduction current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先 厘清楚 就是说我们所讲的current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current 所以 记住一点的话 你的carrier ok carrier你是可以有电子 也可以是电动 就是你有两种方式在传导电流 就是不是在电子在传导电流 就是电动在传导电流 尤其是在semiconduct里面 这个电动的角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好 好 那再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 什么叫电流 在讲current density之前 我们先把current 我们先把current i定义一下 为什么要定义current density 电流密度 我们都讲电流 我们都讲电流 平常都讲电流 讲得好好的啊 为什么我们物理上面 越要有一个电流密度进来呢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电流本身 是一个存量 它没有带向 没有窗向的 所以为了要使电流 它的方向性表示出来的话 你才会有current density 这个引进来 OK current density 它所定义 就是单位 面积 所流过的电流 是多少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一个面积 A 比A 然后你的电流 说好 这是你的电流 从这边流 为了要 这个面积啊 实际上是有一个 这个向量的 这个是一个存量 这又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平常啊 这个定义啊 大部分不这么写 我们写成 J DOT DA 你把它积分起来 就是你的current OK 这时候你就把 这两个向量 方向都表示出来了 OK 我们的current density 然后对面积 然后它是等于I 的情况 所以 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跟current 跟current density之间 它的对应关系 你要有的 因为这是一个 向量 这是一个存量 那把一个向量 跟一个存量 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 怎么结合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 你已经知道说 在物理上面 电流跟电流密度 之间的关联的部分的话 那再来 我们再来看电流 电流基本上面 在普通物理里面 你们已经给它一个 很好的定义 好 我说 基本上面 我要去定义 电流的大小 的部分的话呢 我就先把 一个截面积 起出来 那这个截面积 一起出来以后的话 我就去算 单位时间里面 OK 在这个 台大D时间里面 有多少的carrier 通过这个 截面 OK 我就去算 有多少的carrier 去通过截面 那你现在 你知道说 好 如果 我这些carrier 我说电流是有什么 是有这些carrier drive motion 去产生出来的 那我现在 我说 它的drive velocity 如果是v的话 drive velocity 应该知道吧 啊 有同学点头 drive velocity 是什么 就在那边 飘移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直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把这个 这个 单位时间里面 它的drive velocity 乘上 这个velocity 乘上单位时间 就是你的电荷 从 这个点 经过delta d 如果它能够 到达这个surface的时候 你要count的这个surface 就表示 这些电荷 是可以通过这个截面的 对不对 只有这部分的电荷 是什么 全部都可以通过截面 在演的话 你已经什么 没办法在这个时间里面 count的它通过这个截面 换句话说 单位时间 有多少的charge 通过这个截面呢 i 是 the q the q the t 这个 the q 是多少 the q 就是 这里面的charge 有多少 那 我直接把 我的节面积 乘上 我的 drive velocity 所 的距离 这个就是我的体积 然后在乘上 这里面 有多少的carrier 的concentration 我说这个carrier concentration 如果是n 那就表示 这个carrier concentration 就是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charge number of charge 所以你现在 你可以算出来 这里面有多少个charge 那每一个charge 所带的电量 是小q 这个就是你什么 total的q了 你在 这个 data t 通过这个截面 你所看得到的 就是q 那我们把它带进来 这就是 a v delta t n q 除以delta t 这个delta t 把它写成delta t好了 那这个就消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n qv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i的部分 所以现在你大概可以看到 NQV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的Current Density 就是NQV 所以我们可以把Draft Velocity的方向放进来 就是我们的Current Density的部分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推导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的Current Density跟Current之间 它的关系是什么